昨天的比賽在第九局 雖然說球隊是大幅領先的 還是登板投球 碰到第一位打者是蔣志賢 回到中華職棒發展以來 李政昌已經累積了70 蔣志賢 沒有這個內角的變化球喔 沒有忍住球棒喔 揮棒落空遭到三陣 就是李政昌面對到卓打者 很好的一個滑球 一開始好像看起來是 可以開始攻擊的位置 但接下來會有點往左達的內角靠 欸 這樣你在開打之前呢 生涯累積成功關門的話 就要超越庫倫喔 身上獨居第七 那就得看球隊的戰績表現 跟他個人的狀況 應該是有出棒 Yeson 裁定打者出棒 范國城也領到了三陣 今天上來感覺像整體的節奏 會不會在球的威力喔 跟昨天的最後比賽確實不太一樣 跟你要等 同樣是靠滑球喔 對 等你在設定訴求的時候 他都滑球來了 你就很容易吸引到 打者的揮一棒 李政昌去年24次的救贏成功 當然也寫下了 這個球切進了場內 身後尾 一二壘之間的滾地球 越東華順利的處理起來 三人出局 比賽結束 在九局下半 小李飛刀投出了三上三下的半局 也拿下了本季第一次的救援成功 同時是聖雅的第71次 超越庫倫 獨居中華職棒史上第七位 而這樣比賽最後的結果呢 中信兄弟是以4比1 打敗了富邦漢將 也拿下了開季的二臉勝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台神Sisters 中信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還有中信兄弟官方Twitch頻道 今天有我們女孩全新的專屬節目喔 PS的100種Maybilly 趕快訂閱全 才不會錯過我們唷 一個月77人 還有三個月 還有六個月要會發案 用電腦訂閱更便宜唷 快訂閱起來吧 亮亮